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以来看看 二战结束之后 柏林这座城市的模样 在希特勒执政了翠德国时期 随着在1940年快速横扫西欧 希特勒幻想在取得胜利之后 让柏林成为整个欧洲帝国的首都 并且连名字都至先更改了 叫做日尔曼尼亚 希特勒运用城市建筑设计师斯佩尔 专门为这个欧洲帝国制作 设计了庞大的沙牌模型 从1936年至1943年 柏林一带扩建 俨然朝着欧洲帝国之都的模板进行建造 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 由于德军前线战役的失败 盟军反推至德国境内 从1943年11月开始 英国皇家同军编派出了 764架轰炸机对柏林实行了13次地毯式轰炸 摧毁了柏林四分之一的建筑物 而在二战最后阶段 苏军强攻柏林 拉出了两万两千门大炮炮轰柏林 最终在柏林变成一片废墟之后 法西斯纳粹德国宣布投降 接下来就让我们从这些照片中 去看看二战结束之后 沦为废墟的柏林 照片为1945年 德国宣布投降之后 所拍摄的柏林城市全貌 中心城市全50%的建筑物遭到摧毁 照片为1945年 德国宣布投降之后 所拍摄的柏林城市全貌 整座城市直接被摧毁的建筑物 达到了20% 超过65%的建筑物被破坏 照片为1945年 德国宣布投降之后 所拍摄的柏林城市街道 全是战火过后留下的废墟 返回搜狗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